第140集 看到张叶举手投足 就将四个梅家的高手解决 围观的人都是倒抽了一口冷气 议论纷纷 而一直稳稳坐在马车之内的梅七夜 也不禁地变了脸色 好好好 我倒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的修炼功法如此的高明 梅七爷叫了三声号 随后缓缓地从车厢里面走了出来 一步步地朝着张叶醒去 梅七爷气势极足 一步步地醒来 就像是一座山慢慢地朝着张叶压过去 那种无形但却又真实存在的压力 让围观的路人都屏住了呼吸 见到这个梅七爷竟然想用气势来压倒自己 张叶不禁地冷冷一笑 他见识过了远古蒙马像的气势 又得到了远古像力之后 即使是五到八重的高手 也休想用气势来压倒他 而这个中年人只不过是区区的五到七重 发出来的气势 对于别人是沉重如山 但对于张叶来说 这一点的气势就像是清风拂面 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看到张叶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气势 梅七爷微微地一惊 他的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意识到张叶并不是简单的人 不过到了这一步 梅七爷无论如何也是不能退缩了 现在已经有五个高手被张叶打倒了 如果他这个时候退了下去 那他这梅家的面子可就丢大了 梅七爷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整个人骤然地长大了一圈 全身上下的肌肉快快凸起 他冷冷地看着张叶 正要施展出手段 将张叶一气打败 这个时候张叶骤然地上前了一步 背后的重刀骤然间来到了手上 遥遥地指向了梅七爷 张叶的悟性极高 在甲虫山上见识到了 徐黎仙子的精神力量之后 张叶对气势又有领悟 他现在的这一道遥遥指出 体内的气势与刀气 夹杂在一起 直直地冲出了树杖的距离 牢牢地锁定了梅七爷 梅七爷瞬间被张叶的气势锁定 身子顿时变得僵硬起来 张叶发过来的气势之中 蕴含着浓浓浓的杀气 那种杀气让梅七爷的心里都为之一跳 这种杀气实在是太浓了 这小子看来不但实力强劲 而且写杀过不少的高手 就在梅七爷心里暗暗吃惊的时候 张叶中刀上面的气势一阵紧过一阵 涌过去的气势甚至形成了一道道的龙卷风 紧紧地锁定了梅七爷的身子 饶使梅七爷修为达到了五到七宠 碰到这种诡异异常的龙卷风 也不由得变色 梅七爷体内的真气涌出 在体外布成了一道真气墙 挡住了张叶发出来的龙卷风 寸道 此人气势中的杀气如此浓郁 看来定是一个杀人无算的人了 此人品杀经验丰富 还修炼着什么奇异功法 我如果与他交手 胜算只怕不大 如果胜了还好说 万一我输了 嗅或者死了 那就误了公子的大事了 心里权衡了一下厉害 梅七爷缓缓地退了几步 哇 见到梅七爷一招未出 竟然就被张叶破退 一众围观的人都在窃窃私语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梅七爷五到七宠中期的势力 竟然硬生生地被张叶的刀气破退 一招未发 就将五到七宠中期的高手破退 这个人好强横的实力啊 是很强横啊 这个家伙肯定是跑来投奔蟒蛇城的 不知道这个家伙 是从哪一个国家跑过来的 一个年纪教长的舞者 点头说道 我也觉得 这个家伙是来投奔蟒蛇城的 蟒蛇城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一些高手在杀了人 又或者招惹了厉害的仇家之后 就会跑到蟒蛇城来 这个家伙杀气浓语 看来他也是杀了人犯的事 才跑到蟒蛇城来的 蟒蛇城的青年一辈 这下又要多一个高手了 这个梅家的高手 也太没胆了吧 一招未出居然就退了 梅七爷这时候 退到了张爷的气势之外 深深地看了张爷一眼 说道 小子 这一次就算了 我们还会见面的 张爷见到梅七爷 退出到二十多仗之外 知道这一战 已经是打不起来了 淡淡地看了梅七爷一眼 张爷一眼不发 收起中道 大步离开 这个梅七爷毕竟是一个五到七重中棋的高手 张爷虽然不怕他 但要想打赢对方 却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除非 张爷亮出自己的长边 现在对方主动地退去 那就再好不过了 梅七爷回到了自己的车厢之中 目光紧紧地盯着张爷的那个紫色大功 目光之中露出了一丝疑惑的神色 自言自语地说道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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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背后的紫色大功所用的弓弦 分明是一根发丝 这一根发丝乌黑之重 微微带着碧青之色 即使以紫色大功的强劲力量 也无法将他扯断 方圆千万里 能够 又如此发丝的 也只有是清离仙子的发丝了 才有如此的神奇 不过 这个小子 如何得到清离仙子的发丝的呢 心里想了一下 梅七爷微微地吐出了一口气 寸道 我家公子一直苦苦地追求着徐离仙子 这件事情 一定得告诉公子 说不定 我还能够得到奖赏啊 想到了这里 梅七爷低声喝道 将那几个不中用的东西 抬回来 继续走 张叶以气势震慑了梅七爷之后 考虑到这只紫色大功 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找了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 紫色大功 做了一个伪装 随后就一路急行 赶往蟒蛇城 蟒蛇城通铁黑漆漆的 呈长条形 就像是一个 僵卧在地面上的大蛇 进入到蟒蛇城 张叶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蟒蛇城的打斗风气 实在是太浓郁了 他只是走了两条街 就看到了三场战斗 每一场都是异常的惨烈 员方传来了一声巨大的声音 朕的地皮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今天有高手挑战罗刹王了 啊 是哪个高手啊 竟然敢挑战罗刹王 不知道啊 不过此人敢挑战 蟒蛇城青年高手之中 排名第四的罗刹王 想必也是有些本事的 我们去看看吧 张叶厅的心里微微一动 当下随着人们的脚步 往前方而去 在街道的尽头 有着一个巨大的比武台 这个比武台有着数十丈之块 雷台的边上 树立着四根巨大的圆柱形石柱 这四根石柱 每一根都是血红色 上面雕刻着种种怪异的花纹 只是看上一眼 就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 这时候比武台的下面 已经密密麻麻的 站上了数千人 这些人都把目光 投到了比武台上面去 目光兴奋地盯着比武台上 站着的两个人 比武台上站着的两个人 一个穿着血红色的大袍 黑粗的落腮胡子 根根挺立着 显得异常的威马 而另一个人 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 此人长发齐肩 一身青衫 看起来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砰砰砰 两人的身上 都散发出了凌厉的气势 如若实质的气势 轰然相撞 发出了一声声 密集的爆响之声 那个红袍大汗 发出一阵的大笑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领若海 你还算不错 能够对抗我的气势 不愧是大灵国 针殿出来的弟子 大灵国针殿 张叶精神微微一阵 对这次战斗 更是期待了起来 张叶虽然没有走出过魏国 但他却也知道 这大灵国乃是魏国的灵国 与魏国的明争暗斗 从来就没有断过 魏国的针殿 与大灵国的针殿 也处于一种竞争关系 张叶知道 自己只要在魏国针殿修炼 迟早会接触到大灵国针殿的高手的 因此他对这一战 更是产生了兴趣 他想看一看 这个林若海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精神记忆 这时候 林若海缓缓地说道 罗刹王 你是蟒蛇城青年一辈的四大高手之一 不过 我今天挑战的就是你 我看你能够在我的手下 过得了多少招 此人说话的语气很是平淡 但语气中的自信与霸道之意 却是暴露无遗 似乎眼前的罗刹王 完全不放在他的眼里 罗刹王森森一笑 说道 好狂傲的小子 不过 像你这样的人 死在我手里的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了 林若海傲然一笑 手里突然地出现了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 他的一只手微微一震 只听到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响 一道可怕的剑光 骤然展向了罗刹王 见到这个林若海出手 张也心里大跳了一下 寸道 这个林若海的修为达到了五道七重的终极 而他的剑法和长剑也不简单 这随手发出来的意见 即使是同级的武道高手 也只怕很难挡下来 罗刹王竟然不闪不闭 他大喝了一声 全身上下竟然喷发出了一种红色光芒 这种红色光芒 就像是翻腾不休的鲜血 远远看去就让人感觉到触目惊心 而张也的鼻子甚至还闻到了一丝鲜血的心味 罗刹王的双手微微一推 一团面盆大小的血色红光 正是带着一种隆隆的声音 迎向了林若海的可怕剑气 罗刹王发出的这一团血色红光 正正地与林若海的剑气撞到了一起 血色红光与剑气撞击产生出来的剧烈 这气流直接撕裂了周围的气流 猛然间向比武台的四周扩散开来 离比武台足有百丈之遥的张也 都感觉到了可怕的气流冲击之力 而一些离比武台比较近的舞者 直接就被这一股可怕气流给撞得飞了 漫天的血光之中 只听到罗刹王喝道 不愧是大灵国真殿的弟子 不过你再强 挑战我也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被我一掌打下比武台 说话间 罗刹王身上的血色光芒更加的浓郁 两条手臂骤然的挥出 两团可怕的血色光团骤然间划破了虚空 遥遥的轰向了林若海 五到七重的高手已到了树气成雷的地步 罗刹海发出去的血色光芒乃是一团团凝聚到了极点的真气 就像是一支支可怕的天雷 一沾上去立即就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 林若海发出一声长笑 手里的长剑闪电一般的灰虫 两道剑光 烈射而出 瞬间撕裂重重气流的阻隔 在肩底锐烈的破空声中撞到了血色光团之杀 喉咙 喉咙 两声巨大的响声之后 剑气与光芒化成了一道巨大的龙卷风直冲云霄 交战的双方 罗刹王与林若海两人都倒退了十多张 好 好 再来 罗刹王打死了他 下方的观战的人 见到这种火爆的场面 瞪时大声地叫喊了起来 张叶在下方看着这二人交手 目光之中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这两个人不愧是青年一辈中的杰出高手 他们的修为虽然只是五到七重终极 但他们的战斗力 却是远远地超出了同阶的高手 哭哭哭哭哭哭哭 罗刹王不断地发出了血色光团 他的血色光团能够远距离攻击 而林若海的剑气也能够远距离攻击 二人相隔数着 不断地发出可怕的攻击 气筋交集之下 恐怖的气筋不断地崩碎 在以迅雷之势冲击出来 震得巨大的比舞台都晃动不已 越是战斗 罗刹王身上的血色光芒也就越浓郁 而那各种血腥之味也随之变得浓郁起来 直往人们的鼻子里面钻 闻到这种血腥味的舞者 瞪时一阵的不舒服 张爷的旁边有人出声说道 这种香味有古怪 这是什么功法 一个年纪教掌的舞者呵呵一笑 说道 罗刹王修炼的功法 名叫化血真功 修炼这种功法 需要吞噬大量的鲜血 而要修炼到大城之间 则需要吞噬数千只终极凶手的鲜血 修炼到了大城之后 全身就会血光大胜 这些血光乃是极为可怕的武器 不但浓郁如食指 而且回耻不去 对手只要闻到一点点 立即就会丧失战斗力 哦 好厉害的功法 嘿嘿 当然厉害了 这罗刹王的姿势极高 本来极有机会进入真殿 成为真殿弟子的 但为了修炼这种化血真功 他不但杀戮凶兽 就连武者也是大肆地杀戮 结果他丧失了进入真殿的机会 并且遭到了一众高手的追杀 只好跑到莽舌城这里来了 两个舞者正在说着 比武台之上的罗刹王 突然间发出一声长笑 说道 林若海 看来你的实力也就这样了 看好了 老子要把你哄下比武台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